欧雄组长扭腰摆臀 模样相当可爱 为了要宣传台湾好乐园 及推广花莲观光 交通部观光局 以水当当花莲游购开为主题 由欧雄组长率领 全台17家主题乐园 及20只吉祥物 在台北火车站摇铃启航 带队前往花莲 进行两天一夜的 首波东部景点裁线行程 让我们的花莲地区的 几个游乐区 可以因为我们的吉祥物 的到来 然后让小朋友 像追星一样 因为要看吉祥物 全体总动员 带着我们所有 这个游乐区的吉祥物 踏遍我们花莲的 所有的这一个景点 所以我们把游乐园的 一个美食文化 跟花莲的一个结合 那么也希望 大家到花莲之后 也可以到全国的游乐区 来旅游 今年台湾好乐园 也首度推出 美食之旅活动 以各园区或在地美食 结合特色配套措施 推出专属方案 像布农族的 这个丝斑烤肉 还有我们周族的 这个丝板饭 竹筒饭 还有烤大厨的 这些美食 园区除了有温泉 以及住宿之外呢 还有每日三场的 原住民的歌舞表演 以及互动 让游客来到园区 除了可以体验 原住民的文化之外 还可以得到 寓教娱乐的效果 多项精彩的园区活动 将与民众同欢 吉祥物也在花莲 与民众同乐 期望游客玩得开心 更能吃得开心 原市新闻 穆拉斯巴查克 台北市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栋区